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台北股市的大盘 就如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报告的一样 它就是一个量缩压缩的一个大盘的指数 你看这个指数连续4天 在这个黑K之后连续4天 它都守在8500点 是不是如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报告一样 量缩压缩守8500点 这样人家才能够赚到全力金 这个人家是谁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是不是就我跟大家报告一样 量缩压缩量缩的还真厉害 这个是一体两面 各位今天量缩压缩的行情 其实早盘比亚洲股市要强很多 这是另外一个好的地方 赚钱全力金 这个事情是外资每个月它都会做的一个 它不一定每个月都这样做 但是4月份的结算它就是这样做 这个我事先都跟他谈过了 但是我们要谈一个重点是 这个凡事都是一体两面 你觉得没有成交量 可是没有成交量 它才赚得到全力金 量缩压缩感觉不好 但是人家赚到全力金 所以凡事一体两面 反向思考 我今天真的要建议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反向思考 股票这件事呢 这档事呢 不要站在跟散户那一边 反向思考 从现在开始 我们训练 每一个投资朋友自己训练 反向思考 那凡事呢一定有一体两面 然后就是股票这档事 你就是不要跟散户站在同一边 这样就对了 那以下我所谈到的这些个股的图 它都 你一看就会懂 只是当如果没有人提醒你 如果有一天 没有人提醒你 那你能不能举一反三 能不能自己去看到而已 那当你能够自己看到这些简单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跟位置 你就不会盲目的去动作 莽撞的动作 忙忙碌碌的进进出出 或者是 不动对不对 我们下半段再来谈这个问题 那这些图你都会看得懂 你也在节目当中都看到 你当天就看到 那这个地方它很乖 它就是乖乖的到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 你刚才看到这个位置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 而往下的过程里面最高从125 你看到的时候是125 最低来到88吧 你看到的这一段 从125 最低来到今天最低88.5 所以这一段其实 简单讲 是可以很简单的 你就可以做出判断的 而且是事先提早一步 事先判断的 而这个图你比较会看不懂的地方是 我说从125它下来的时候 这里是压力 这里是压力 从125 110 120这个地方 再来到100块这个地方 都是压力 这个就是你要学会的 这个各位就是你现在马上要会的 因为这个是一般人 简单之外 简单之外 你可以更进一步的 一样的 把同样的方式用在 110的锐移 不要说我没有讲 我真的讲了很 不厌其反的讲了很多很多次 可是散户的行为呢 从110买到54 就从110买到54 你可以很简单 以下这一张图 请简单看一下 仔细看 简单 但是你要仔细看 这里其实就11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让投资朋友更容易清楚 这里是不是110 是不是从110 然后最低来到54 54在这里 是不是从110来到54 你是很简单的 就会了 有没有很简单 好 简单的东西 各位一定要会 所以这不是画一条线的问题 你不要说这条线 我最近在看很多业内 在股票市场10年20年以上的投资人 可能连这一条线都不会 那个是有名称的 那不是一条线 所以如果你能够再更进一步 我再来提醒各位 以下这两张股票 你都看过 建阳 63块这个地方 你看过 从63块 前天最低来到43.7 63 43 这里有将近20块钱 3514的玉京就更不要说了 从31就在两天 31最低来到21.2 将近10块钱 3121这10块钱 你都是可以事先有一个想法的 而且是事先 我都有提醒到的 这个是你在电视上看过的建议 这个地方 弹上来 刚好在63的地方 而最低来到 差了20块了 最低来到43.7 怎么上去的 你也可以看到 玉京从去年10月 17块 到24块多 24块多 再到27块 到28块 最后来到36块左右 从17块 到36块 而你在这个地方 30块半破的时候 弹起来 弹起来刚好是31块 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是 我说一块钱的风险 一块四了 你有一块四的风险 你这个地方赚了10块 这个叫做 真正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用以小博大 风险的控制 价位的设计 你可以做到 一块四的风险 一块四的风险 在这里你看过 32.4 你的风险 来到31块 有两天的时间 那两天的时间呢 一块四 现在差了10块 好这个都是 事先跟大家提醒 而且其实 说真的你看节目 你看电视 你一定都会的 而我现在在节目当中 我谈到的是很多 你不会的 今天有一档股票 上个礼拜我们刚谈过 今天你看不清楚 它是跌停板 它是跳空跌停 它是跳空跌停 那跳空跌停 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各位还记得吗 今天是跳空跌停 不记得没关系 你再多看一遍 你就一定会 因为这个是一般 教科书上没写的 那 我是觉得啦 看节目 你基本的东西 一定要先看到 然后等一下 我们再来谈说 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很多人来下询的 这个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 要买什么股票 可以三千万买一档 这礼拜六礼拜天 很多人来电 那我会谈到这个部分 可是如果你看节目 只看这样子 没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你上个礼拜 应该要看到的 今天跳空跌停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往上买 这两个红色的圈圈 往上买 它下来 它还有上去 可是上去 再下来这一段 是往下买 不知道谁在往下买 往下买 然后礼拜五杀一下 今天跳空跌停 这个地方是你上个礼拜看到的 而你上个礼拜看到的 会了没有 这里跟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段你还可以跑得掉 可是这里 根本就跑不掉 因为讲完以后 礼拜五杀下来 今天是跳空跌停 这不是礼拜 上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前 我跟大家直接 跟大家提醒的部分吗 这不就是你 现在应该要会的吗 这个比看股票 什么股票更重要 所以股票市场的险恶 远超过各位的想象 那你说怎么样 才能够在这个股票市场生存 基本上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 股票这档事 第一个开始训练自己 反向思考 第二个 永远不要站在散户那一边 你不要站在散户这一边 你就不会被杀这一段 今天还跳空跌停 跳空跌停是10% 已经杀到这个位置来了 上个礼拜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一个礼拜前 不要跟散户站在同一边 因为散户的行为 是可以预测的 而且是很容易被阻力所利用的 这些各位都一定会的 你从刚才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你所看到的每一张图 或者是你会的你不会的 我都有事先跟大家提醒 而且三年了 下个月满三年 这满了三年的这三周年的过程里面 你会了没有 然后你先知道说一档股票 它怎么下来的 我们再来说它怎么上去 你看得懂它怎么上去 你就看得懂它怎么下来 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看得懂它怎么下来 你也可以看得懂它怎么上去 上个礼拜同一天 跟太极刚才谈的同一天 这档股票是涨的 需要确认到现在还是需要确认 但是太极是往下跌的 一个礼拜前太极是往下跌的 一个礼拜后它是往上涨的 所以一个礼拜前和一个礼拜后 同一天 刚才你看到这个太极也是4月19号 同样4月19号你去买它 你跟这些散户一样去买 往下买 刚好杀到这里 这很痛 可是同一天4月19号 4月19号 你去买细创 它是往上涨 当然能不能有一个波段 我会提前事先的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然后整个大环境 各位现在你不用等 你现在未来几年 可能你都等不到说什么景气很好 这个也很好 这个也很好 那个也很好 等不到那一天的 未来这个股票市场 它不会让你看到说 什么叫做景气很好 现在到未来 这几年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目前预估得到的 没有景气的环境 你不用去等什么景气的环境 你也不要去等什么时候股票大盘会好 大盘每个月 外资有外资的策略 现在的大盘是被外资控制的 没有景气的环境 但是却有赚大钱的个股 礼拜五我谈过之后 很多人来电恰询 没有错 你们的态度是对的 可是没有景气的环境 能够赚大钱的股票 绝对是少数 而这个少数 今天踏出来这第一步 就很重要 什么样的个股 什么样的第一步 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一档股票 这是一个操作模型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 五月初啦 五月初 可是它先涨了 今天这个高点是近在几年来的高点 最近几年来的新高 它今天创下了最近几年来的新高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不管你怎么去看它 它这个新高 它提早 提早有什么缺点 而且提早是带了一个上影线 这个提早还带了一个上影线 这个就是我说 你要知道为什么 你要知道我上个礼拜 跟大家提醒说 为什么 是五月初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 那你提前过高 你就要一鼓作气 像进棚一样 去拉开那个空间 那你现在没有去拉开空间 它当然又可以在这边继续盘 因为筹码不在散户的手里 可是时间不对 那你把一笔资金提早放进去 其实有时候 它代表的不是只有整理而已 是另外一种风险 而一档股票 它的操作模型 它会决定说我们的计划 要怎么做 特殊市场的成长 要了解一档股票 一个公司 它的产品的内容 这个产品的内容 是我非常欣赏 非常喜欢的 然后它也确实 今天创了最近几年来的新高 但是 这个操作的模型 你知道 要知道什么地方是对 什么地方是错 知道什么地方是对 什么地方是错 今天提早去创新高 不一定好 你了解这些 才能够知道赚大钱 怎么样亲身体验 这是一个操作模型 这是一个特殊市场的成长 这是一个计划交易的内容当中 你要知道每一个点位 它的真实语言 告诉你的 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去解读 这个才是重要 那每一档股票 它要经过一个真正的趋势的一个转变 它有一个过程 今天各位你一样可以打电话来了解 这是什么过程 这一档股票最近很强 对不对 各位这样看 涨了一百多块 可是它的过程是 过了第一关 过了第二关 过了第三关 它连过三关 你要知道连过三关 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里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整理 连过三关 这是一种 而有另外一种 它是连第一关刚过而已 刚过第一关 就开始整理 还有第二关 还有第三关 所以这个过程它是很漫长的 如果你在刚刚好的时间点去做切入 才能够省时省力 而每一个过程你刚才看到了 不管是F雅德或者是上吟 完成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先看到它涨 我不再讲前面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是有备而来缓步区间 这个我之前都谈过 就跟我们在谈蓬城一样 一样啊 什么叫有备而来缓步区间 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这些都是操作模型里面 未来特别重要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做在这地方最后的责任 怎么样让各位 我们有几档股票的操作模型 去完成真正倍数的获利 十倍数的获利也好 这里面的过程 亲自体验之后 我的任务就完成 我就不会出现在电视上 可是你可以自己去了解的是 这种操作的模型 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啊 谁看不懂这个地方的形态 可是他为什么敢上来 这个叫有备而来 上来以后为什么是缓步区间 确实是缓步区间啊 走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 也不过走了十几块 十块钱左右 十四块左右 这个叫缓步区间 跟蓬城一模一样 而这些的操作的模型 未来在台北股市 都有人在帮这些上市上柜公司 做规划 都有人在教 他们怎么去做股票 都有人在教说 这股票要怎么做 你整个的波段 才会长 因为现在我所看到的市场的资金 很大 而市场 现在的这么大的资金 它没有办法只有短线能满足 短线没有办法满足 这些庞大的资金 跟这些长期的资金 所以都必须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操作模型 这个都有人在带 所以如果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只去研究涨跌 是不会再赚钱的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去研究 这些长线的资金 它的操作的模型 而这些长线的资金的操作的模型 其实才是真正的重要 好了 我们来谈上个礼拜的股票 基本上我上个礼拜已经事先谈到了 从号顶 那个中研究院院长回来以后 整个报纸媒体风风雨雨写了 每天写 每天报导 那有各种角度的看法 这些名嘴专家 可是我的看法跟这些名嘴专家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比较务实的讲 我认为号顶这个事情 它代表台湾的资金跟人脉 这些有钱人的想法 还是在生计股 所以生计股未来还有春天 这上礼拜我们谈到的 各位你就拭目以待 因为你一件事情 除了反向思考 你要有一些逆向的思考 为什么一档股票可以涨到700多块 然后你现在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内线交易等等 可是他涨到700块的时候 没有人讲 跌下来就会有人有意见 那涨上去的时候 里面的古大股东 报纸后来媒体揭露 哇怎么都是这些有头有脸 大人物啊 有钱人的大人物 那这些有钱的人 为什么他能够被这个背后的故事 一个公司 未来的愿景 能够吸引这些资金 跟这些都背后都有很强的 专业团队的这些人 跟资金进来呢 所以生计股还有春天 生计股未来的内容 它也才能够吸引台湾 真正长线的资金去进驻 这个才是另外一个思考方式 所以生计股 你现在可以选择 领先在这个位置的股票 这是生计股的指数 生计股指数这一段 大家只会看这一段 哇很多股票涨好多好多 可是这里有些股票 它是不是领先在这个位置 你会不会找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原料药 原料药它有时间先后 第一个是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跟大家预告的 这一档股票的位置在这里 它是一个整个生计股当中的领先股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 它有一个时间前后 同样ABC都是原料药 但是原料药里面 续付的时间是排在第二 续付的时间点 这是续付的成长轨道 续付的时间点 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 这个地方它的时间点整理完之后 你能不能掌握到 它是不是就4月12号 我们讲完之后 它是不是就乖乖在这边整理 这边是跳空大涨 那为什么它就乖乖的 在这个地方整理 4月12号讲完之后 它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整理 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操作模型 然后你要知道说它操作模型里面 这一次的大涨 这个地方的大涨 跟下一次的大涨 会在什么地方 可是以续付的时间点 它还排在第二 时间顺序最先的是它 最慢的是神龙 神龙的时间点会很慢很慢很慢 各位自己要注意 所以未来的操作重点在操作模型 跟你要任养的股票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把资金集中 然后去享受真正赚大钱的乐趣 就从这一档股票开始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任何需要付的地方 可以来电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下询 明天再会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